好,大家好,我们接着我们上节课的内容,我们继续来讲解我们后面的一些命令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有一个偏移循环,这个上节课已经说过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叫做平滑命令,那么平滑命令后边也有一个小窗口,我们点开它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平滑级别,然后包括呢,它还有一些像指数的呀,或者说是一些线性的呀,这样的设置 那么其实呢,我们不需要去在里面设置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对它进行一个平滑的一个命令 它直接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命令就给你列在这儿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命令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平滑我们的一个网络分段 这边可以加级别,这个当然大家注意啊,这会儿你不要一下卡给加很多 这机子直接就刺激了,所以说这一块呢,一般都是给个二,给个三,就了不得了 不要给太高,因为你给的越高呢,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多边形的这个面数就会越大 所以说对你的机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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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 所以说这块呢,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平滑的一个级别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模型呢,表面更平滑,表面更平滑 当然这会儿我要说一点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模型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创建一个方 同样,给它把它拽出来 然后也给它分上一定的网络 我们直接在键盘上点击数字三件 也可以平滑 那这两者平滑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呢,这个平滑是真正的平滑 而这个平滑,只是你目前视图当中观察的一个结果 它并不是真的一个平滑 如果说我们渲染一下,我们在渲染设置里边呢 我们使用这种麻牙软件的这种渲染 因为速度比较快,我们点击直接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渲染出来的结果呢,是这样子的 这个物体其实在我们的视图当中看着已经平滑了 但它渲染出来的其实还是一个方块 那么这个物体才是真正的一个平滑 所以说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好,那么这个平滑命令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工具包上面 工具架上面呢 这儿有一个叫做平滑的一个选项 道理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建门工具包当中有没有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平滑的一个选项 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网络 网络里边我们看有没有平滑 也有一个平滑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玛雅当中很多的明显 它是重复的 重复度是非常高的 这块呢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如果没有删除我们的这个平滑的一个smoze 这样的一个节点 没有删除它的节点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儿继续去更改它的 更改它的一个连续性这儿 我们去继续更改它的一个一个一个节点 不是连续性啊 说错了啊 不是连续性 分段上我们更改一个它的一个节点的一个分段 当然如果说你把这个历史给它删除了 你就更改不了了 当然大家注意啊 在我们的这个模型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你不论你去啊 你去怎么样去创建它 或者说你比如说我去给它这个加一些这个线也好呀 或者说加一些这种这种边也好 你去给它加一些这些你都会产生什么呢 你都会产生大量的这种历史输入的这种历史的节点 会产生大量的这种节点 那么这些节点呢 它是方便你能够再回到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可以再回到你当时在加线呀 或者说当时在挤出面呀 的时候呢一些操作就能够回去再去它进行更改 但是呢同时呢这些历史的节点呢 也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我们正确的做法呢是在创建一段模型以后呢 如果你对这个形状已经确定好了 那么我们会对它的历史呢进行一个删除 会对它历史进行一个删除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命令 在我们的玛雅当中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键盘上的out加shift 然后再加D键 对它的历史呢进行一个清理 你看历史对这个清理 这是一个快捷键 那么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CtrlZ一下把它退回来 也可以在哪呢 修改当中 不是修改说错了 在编辑当中删除类型里边呢 对它的历史进行一个删除 那么还可以在哪呢 大家看到在我们的工具架上面 有这么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叫什么呢 叫做按类型删除它的历史 点一下 同样的可以删除我们的历史 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的这些常用的命令 以这个 当然我在之前的课已经讲过了 就大家有不知道可以回顾一下 点住shift加 Ctrl加shift键 点鼠标中键 将这些常用的一些命令呢 给它怎么样呢 给它放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自定义的列表上 所以说非常的方便 好 好 我们把这个物体删掉 我们再给它建立一个物体 还是一样啊 给它画点线啊 我就挺喜欢给它画线的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继续 细分曲面代理 这个命令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也有一个小窗口 点开它 这里边其实也是一些这个 比如继承网络的预览啊 是吧 我们可以重置一下啊 然后呢 比如我们给它细分一定的级别 它其实也是一种平滑 平滑我们的网络 然后呢 顶点的这样的锐角呀 或者我们来看 它都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里边一看啊 好多的这个选项 一听一看都懵了啊 不知道怎么选哪一个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 你比如说 你看这里边还有 比如像显示设置 我们可以让它透明 或者让它保持 或者让它怎么样的 移除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应用一下 就是大家看 我们这个模型呢 就等于是 这是一个代理的一个网格 就它把这个 它这样子一来呢 你的面数上呢 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增加 不会有增加 那么并且呢 你可以根据这个 你的这个方块的这个结构 去更改你的这个 在进行平滑以后的一个效果 可以去更改它 可以去更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效果的一个显示 当然这个命令呢 我们用的呢 也并不是很多啊 用的并不是很多 我们在这个网络 平滑代理里边呢 也有这样的一些命令 并且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 我移除我的细分 点一下 细分就没了 你看就变成两个了 我们删一个 删一个 删不了 删不了 这因为这两个现在是 等于是一个物体 你看 它这两个面已经挨住了 删除它 然后这几个这两个面都基本上都挨住了 然后呢 这个物体为什么变透明了呢 就是刚才我们在调整这个代理设置的时候呢 就这个细分代理的时候呢 我们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透明 选的就是一个透明 这个透明度你也可以改 然后呢 它这其实就是等于把材质 把我们的一个材质给透明了 大家可以看 在这我们的材质变成一个透明的 我们可以在这直接把这个兰博特的这个材质 给它调整回来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细分代理的 我们再继续创建物体啊 创建一个别的吧 老创建方块 大家看着都可能 看着都烦了 我们创建一个别的 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面包圈 然后呢 一样把细分的网络给它减少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底下的命令 折痕工具 点开它 里边也有一些选项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折痕工具到底是 干嘛的 我们点一下三件 让它平滑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选择它里边这个边 我们现在是选择就是折痕工具 然后呢 点住中间 左右的一个平移 大家可以发现 就怎么说呢 它可以在你不增加 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布线的前提下呢 让我们的物体呢 变得尖锐 就等于是硬表面的一种效果 好 我们把它 你看 它就等于是 做这么一个折痕的这一个痕迹 这个呢 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折痕工具 折痕工具 好 我们继续删掉它 我们继续来创建一个方块 我们要来说下面的这个命令 下面这个命令 那么下面这个命令呢 它是什么命令呢 它是这个在网络上投射曲线 这个命令什么意思 你听它的字面意思吗 在网络上什么叫网络呢 这个东西叫网络 投射曲线 什么叫曲线呢 点击它 是不是 或者我们在创建里边 Nervous里边 创建一个曲线 都是一样 我们创建一个圆环 然后把这圆环呢 一定要放到这个物体的上面 放到物体的上面 比如说我们放到这儿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正教石图 目前这个石图叫什么石图呢 叫做透视石图 我们必须进入到正教石图 点一下空格线 这个我们这后边还有个这儿 把这个柱子先删了 我们进入到正教石图 点开 点进去 正教石图就得是一个平面石图 我们要让这个线呢 要让这个东西跟这个底下这个物体呢 保持这么一个对齐的一个状态 然后选择它 再选择它 就是先选线 因为你要你要往先选线嘛 你要往哪头呢 方块上头再选方块 然后呢 鼠标右键选择什么 在网络线上投影 或者呢 我们可以呢 直接在这个 编辑网络上面呢 选择在网格上投影曲线 点一下 进入到 我们的这个 透视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曲线就投射下来了 那么你在不删除历史的情况下 你可以移动它 你看 你可以移动这个曲线的一个位置 并且让它底下产生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命令 其实一般情况下 都是结合我们这个命令之下的一个命令来使用的 什么命令呢 大家可以看 这儿有一个叫做 使用投影的曲线分割网络 你比如说怎么分割 点击这个 这是投影的曲线 就投影下来这个曲线 然后呢 再选择网络 然后书标右键 点击分割 他这个警告啊 不要紧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物体 这个没有没有切成 没有切成吗 我们再点一次 选择它 再选择它 然后书标右键 切割 还是没有切成 那我们把这个物体呢 删掉 我们重新投一次啊 这个 什么原因 放上来 我们还是一样 你看点住空格键 进入到顶式视图 然后把它比较移到这儿 OK 然后呢 选择这个线 在选择底下的这个模型 然后在这点 在这点去都一样啊 编辑网络上点 点击 投影 投影了这么一个 当然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还可以去更改 它的这个方向 你看 可以在这个节点上呢 我们去更改 它的这个方向的位置 有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零 是吧 Y方向呢 Y方向呢 也是 也是零吧 还不能是零 零都没了 Y方向给它一个一 给它 挪过来 就这样吧 然后呢 Z方向 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投射的这个曲线 再选择这个物体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 分割 仍然没有成功 好 我们重新投射一下 刚才我那个不知道 咋老出错 我们创建一个方块 然后呢 单击创建一个曲线 在投射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进入到 平面视图啊 在我们的顶视图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 平面视图 就是 你这个曲线呢 必须是在这个物体之上 你不能说 我这个曲线在这里头 那是不行的啊 必须在这物体之上 然后呢 进入到这个顶视图 然后呢 选择这个曲线 再选择这个模型 然后呢 鼠标右键 对它进行一个 投射 投射完了以后 再进入到透数视图 我们可以去 更改一些 当然这可以做一些 很特殊的一些效果啊 我觉得也不是很常用 然后呢 选择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选择这个曲线 再选择模型 鼠标右键 进行一个 这样的一个切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模型呢 就被切出来 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把这个曲线 你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现在已经等于是曲线 已经切好了 你看这个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模型有偏移 我们点一下键盘上的F键 让它进行一个G中 然后选择面 你看 比如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利用里边的这个 分离 把它分离出来 并且呢 把它 整个的组件也分离出来 这样的 你看我们可以到这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 一些效果吧 利用这种切割的一种方式 这是我们的这个 网络切割 那我们再继续来创建 一个方形 加线 OK 然后呢 储备右键 这里边呢 还有这个镜像 镜像功能呢 挺好用的 这是这个 应该是在2017里边 增加了这么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之前 你在这个镜像的时候呢 它其实还有一点点麻烦 你要在这个轴向上去设定 并且呢 你要利用这个特殊复制 里边的一些命令 去给它复制一些东西 或者去设置到最后复制完了以后呢 你还要对它这些点呢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一个合并 就比较麻烦 嗯 这个功能 我觉得它的灵感的来源 可能也是来源于这个3D 就来源于max max边有一个对称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复制 那它可以复制这个直接焊接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来看一下这个命令怎么用啊 非常简单 比如说这个模型啊 我们现在把这边给它大概的调整一下 调整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随便 我们给它调整一个形状啊 调整这样的一个形状 比如说给它挤出一点啊 挤出一点造型 然后呢 Ctrl E 继续给它 比如这样子吧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一半 比如这个问题是个对称的 我们把它一半给它 你把这一半吧 这一半给它删掉 我们想复制另外一半 那么怎么复制呢 在我们过去呢 我们就是要 比如说我们要去 我们先把它这个数值呢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冻结 冻结以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复制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去 进行一个 Ctrl D 然后呢 复一 然后给它复制过来 让两个物体呢 再进行一个结合 然后这个再去焊接里边的这个 顶点 然后应用 OK 就是这个过程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 你要你要这么操作一下 其实也不麻烦 但是这个功能 新加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我们 我们Undo Undo回去 我们把这一半还是一样给它删掉 然后选择这个物体 那么我们在选这个镜像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在选的时候 要点这个小窗口 点进来 点进来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 我们是对这种切割的这种几何体 然后呢 我们的坐标是以什么坐标呢 我们双击一下这个坐标 大家看 我们是以这系列目前 我们的这个坐标轴向呢 是以这种世界 世界的坐标轴向 那我们就以世界的坐标轴向 我们往哪个轴去镜像呢 X轴 红色的这个X轴 那么点进X轴 然后呢 他问你在这个 你镜像之后呢 在这里边呢 你是合并的还是不合并 你点击合并 然后点击应用 你看 我们就直接呢 可以这样合并这样的一个一个镜像的这么一个效果 特别是在我们后期做一些人头呀 做一些这个生物体的时候呢 这种镜像的命令又是非常多的 嗯 好了 我们这个界面呢 讲完了 把它删掉 继续 还是拿方块啊 特别喜欢方块 对方块是很有感情啊 然后呢 所以说我都做 用别的模型 我都 每次就一键 就是习惯了 就做方块 所有键 这里边呢 还有啊 像映射 这个主要是贴图啊 就是UV 我们有这个X轴的映射 Y轴当这个后边是我们讲贴图的时候 给大家再继续讲吧 这会我们就 不记不不说了 因为这些命令呢 现在我们在2018当中 我们的这个UV 已经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啊 我们分UV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完全不需要这个借用这个第三方 包括呢 我们这里边的UV工具包啊 非常的便利 我们后边呢 专门的章节为大家讲啊 这UV这会儿呢 我就 我就不说了啊 不说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三角画啊 三角画 这样子一点 你看你的所有的这个四边画的这个模型呢 中间加了一根线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要给大家到个大概多说几句吧 嗯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多边形建模当中呢 我们尽量的都是要保持我们的面书是以这种四边面为基础的啊 我们来大概的我们来看一些看一些东西看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随便啊随便打一个打一个物体进来啊倒一个物体啊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头像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分布啊耳朵没做完啊 基本上的这种布线的这种方法呢都是以这种四边面啊四边面的来布线的啊以四边面来布线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三维软件当中呢如果说你不是以四边面的话很容易会产生一些锐角或者会产生一些顶点会让你的这个模型的变得不平滑啊会让模型变得不平滑啊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呃我们呃都是以这种四边面啊我们再再看一个例子随便啊导入进来一个模型 导一个头吧还导一个人头因为人头这块是比较比较在意的啊比如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呢这是我经过一个平滑过后的一个效果 那么他也是啊因为你你后边一旦要进行平滑的话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三角面那么你在平滑过后呢你的网络就会出现一些 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布线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出现一些锐角啊一些一些破面所以说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尽量的特别是生物体啊特别是你在做这种生物类的模型人物的呀动物的那么你尽量的要保持这样的三角面啊一三角面啊不是不是三角面尽量保持这样的四边面 四边什么叫四边面就是啊一个边两个边三个边四个边啊就是以这种四边面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建模 好Ctrl加N我们新建一个继续 我们来看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玛雅当中会为我们提供一个直接转化 三角面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其实呢 因为我们在当然这个三角面它是在四边面的基础上进行一个转化的 这个工具呢它基本上是我们做一些游戏 游戏游戏游戏引擎里边呢它的这个数据的采集的是它是使用的是这种 三角面的这种计算方法的所以说我们我们做游戏的话你要将模型导进这个游戏引擎呢你必须把你的模型转化为这种三角面的这种效果 所以说这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需求的啊 好那么底下呢还有一个这个怎么怎么说呢底下这个叫做 我们再继续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物体级别 有个四边化就是你看现在是目前是这个三角面 那么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什么呀 四边化的这边你可以去控制一些这个角度啊你应用一下你看他就把三角面就给你清空掉了变成四边面但是这块呢我不建议大家去用 如果说你为了这个你比如你当然这个物体它是比较规律的啊这个方块你看那你清理的经格很好 但是如果说你做一些生物体或者说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物体我不建议你直接在这去四边化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你的模型错误 所以是这块呢 大家知道这个工具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下啊鼠标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的还有这个 传递顶点的顺序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里边的这些顶点他都是有一个顺序的 那么这里边呢比如说 他意思说你可以给他设定一个重新给他设定一个顶点的顺序比如这是第1个顶点第2个顶点第3个顶点 这样的去给他给他设定一定的这个顶点的顺序 那么这个工具呢我们用的也是 非常非常少的啊 非常少的 好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就是端音机 3 去给他重新 接受顶点 重新 给他创建一个顶点顺序 这个顶点也是跟我们顶点发现呀或者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底下还有一个分离和一个结合那么这个分离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这个面的分离呀或者什么的分离但你记住我现在选择的是 物体级别那么他一定是针对的是物体的一个分离 我们Ctrl D复制出来一个物体然后将两个物体怎么样的进行一个 这个叫什么有分离就有结合吗 这有一个结合点一下 我们将两个物体一个结合 然后呢 鼠标 然后呢我们来看 我们要分离这个物体怎么分离 怎么分离这个属标右键 你看他会有一个分离怎么分离点击他 直接就会进行因为你这是两个元素 你这是两个元素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在这个 在这个面的这个模式下把这个模型选中 然后呢点什么呢 鼠标右键点我们的这个 鼠标没有了我们可以在这个 编辑网络里边我们直接可以点这个 点不是点这个网络里边这个分离这个分离 跟我们这个分离还不是一回事 还不是一回事 可以在这点直接点分离 就等于是你刚才结合 以后呢你这物体就是一个物体 你看他就是一个节点的物体 那么你再去给他进行一个 比如这样的一个框选 或者是你不好选 你选的这样子 一个一个标 然后点住shift 点这个大于号 加选 然后在网络当中 点一下分离 就得把这物体给他分开了 或者呢你像这种比较明确的这种两个 两个物体 你直接在哪呢 你直接在这个物体级别鼠标右键 直接点一个分离 他就会把两个物体给你分开 所以这就是分离的一个命令 分离的一个命令 那么有分离呢就肯定有结合 这就结合 下边就是 结合 那么还有一个布尔 布尔这个命令呢 也很有意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布尔这个命令呢 我建议大家尽量的少用 就以后我们在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他 但是呢慢慢的 你在这个 制作了一定的 这个就有一定的这个制作经验以后呢 你就尽量的去少用这个命令 因为这个命令呢 嗯 怎么说呢 它会产生一些很 很不好的一些面 和一些线 但是呢 这个命令 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呢 也是 比较有用的啊 我们把这个命令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 OK 这个样子 这样的一个造型 布尔就等于是一种模型的剪 剪切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两个物体啊 你用布尔的话 你一定得选择两个物体 就两个物体以上才能进行布尔 你不能说我一个物体就不玩 那你没有 他就剪切嘛 你跟谁剪 不知道 所以说 选择这两个物体 那么布尔的命令还在哪可以 发现呢 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当中 网络菜单里边 有一个布尔 你看 他布尔里边的这个命令 无非就这么几个 叫做什么呢 并级 差级和交集 我们先点一下并级 看什么效果 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并级 他会弹出这么一个小窗口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把这个模型给你连接成一个 大家注意我刚才这个模型是从 这个圆柱 从这个圆中间穿过去的 那我们现在点一下 基本上四件 大家看中间已经没有了 就等于他把这个模型做了一个怎么样 做了一个焊接 焊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他的这些点 可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般在进行布尔以后呢 我们要对这些点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排列 这是并级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边还有什么 插级 我们看什么效果 插级就是讲一个洞 那么 不用我说交集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就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类别 这边还有 边正常 我们基本上就是保持默认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不容易运算的这么一个 一个功能的一个用法 好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再继续创建 方块 又是一个方块 还是一样 不一定的线 鼠标右键 点击shift 鼠标右键 我们看布软下来有一个减少 这个减少就减少面 比如说我先把这面加多一点 加很多 然后呢 鼠标右键 减少 你看 还有小窗口 你看 它会有个百分比 这些你都不用在这边调 你直接点一个应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边会有这么一个 但这边你可以去功能一些保留 你看保留一些优位的边呀 或者去保留一些网络的边 或者一些材质的边 硬边呀 折痕效果 去保留这样的效果 是里边有高级高级的一些 一些顶点的一些 硬射的一些东西啊 都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呢 其实还是在这儿 你比如说我减少 减少百分多少 50 百分60 减少百分之百 就没了 这里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 减面的一个工具 比如我们很多的这个 在这个 ZB里头 或者这个 Modboss 一边调的这个模型 面数非常高 几百万 有个模型高的上千万 那我们调进这个模型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 因为运算方式不同 玛雅当中会非常的卡 那么我们呢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减面工具 对它进行一个减面 并且呢 不要去伤害 它的一个细节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个减面 那么 再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清理 那么这个清理工具呢 其实它是一种检查模型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目前把这个模型删掉 然后再继续创建一个物体 然后给它划分一定的线 然后我们在这个模型上呢 我们 我们利用这个 多切割吧 我们随便这样子 画上一些 画上一些这种 画上一些这种线 画上一些这种线 有很多是错线 对吧 然后呢 我们 使用这个 所有键 使用这个清理 点开它 它会告诉你 你要清理什么东西 你要清理这个多边形 匹配的多边形 然后选择匹配的这种多边形的这种 选择这种多边形 或者说我们清理这里边的 比如说 大于这个四边的一个面 你应用一下 当然这个现在就有点太乱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就不太好 不太好理解 我们把它 重新给它 布点 然后我们利用多些个 我们比如这 布一个 三角的 点一下 回车 这在 布一个多边的 回车 有这样子 有一些错误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你看 可以 比如说 当然不能清理四边形了 四边形是我们要的一个模型 比如 边大于四边的面 应用一下 你看 像这几个边 他刚才就大于四边 一个边 两个边 三个边 四个边 五个边 六个边了 所以说你应用一下 他就会把这个给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划分 那么再一个你看 有凹面的 还有这种带洞的面 是不是 你比如说有微线面 他这个面 上面有洞 你带洞 应用一下 当然这个不是这种洞 它是 模型与模型之间的这种 没有没有焊接住 你比如说这里边呢 他分离了 还有一个分离的一个一个一个组件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非平面的或者说一些 清理 然后呢 这个还是不行啊 这个 就说这个命令其实我们用的呢 不多啊 就也用的比较谨慎吧 这里边你看 也可以移除这样的一些一些一些物体 移除这样的一些物体 这样的一些清理的一些选项 那么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边呢 还有一些这个 连接啊 连接工具是什么工具呢 连接工具其实也比较简单啊 然后呢 我们还是要 创建 这样的一个面 连接工具呢 其实呢 也用的比较多啊 我们现在来看 鼠标右键 我们选择物体级别 鼠标右键 我们选择连接工具 他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效果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点着鼠标中键 左右 他可以加一些线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点住 Ctrl 点Shift 鼠标右键 看 我们现在在分段的这个 你看 鼠标右键 你看你现在在分段的级别下 也就是你可以去增加他的一个段数 那么点住 Ctrl 点Shift 鼠标右键 还可以怎么样 去滑动 滑动他这个边的这个这个结果 然后所有的还可以进行收缩 那么收缩一般是 比如在两根 两根情况下 有两根 然后呢 我们把它滑动到中间尽量啊 然后呢 在收缩里边 你看对他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创建完毕以后点下回车键 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工具 连接的工具 好 接下来呢 还有最后一个叫做绘制四边形的这种工具 这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拓补工具 我们看一下他这什么意思啊 好接下来呢 我们把刚才那个方块给他删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拓补的这个命令啊 他到底是怎么用的啊 鼠标右键 我们给他创建一个 球体啊 点着Shift 鼠标右键创建一个球体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直接点击 创建一个圆球 然后呢 那这个命令啊 就这个四边形绘制的工具这个命令呢 我们必须要配合我们的一个叫做激活曲面的这样的一个 选择 我们在建模工具包当中这里边也有啊 比如像在我们的这个 约束当中呢 我们也有这个 约束我们的一个曲面 曲面滑动 你看我们点击一下他 激活了这样的一个 曲面就等于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你这个物体就动不了了 你就无法选择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绘制四边形 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 起到一个作用 你比如说我现在点击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 他可以在我的物体表面 做一个吸附 前提是这个必须打开啊 然后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多组件的这个模式当中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看 我们点击 在这个屏幕上点击 这样的四个点 然后点住shift 往中间点一下 就会形成一个面 然后继续 我们可以看 也许人家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先创建啊 点出shift 你看 他所有的点呢 你不需要去考虑他的这个 点的位置 因为他已经给他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定 就是说对这个物体进行一个吸附 那么他会自动的吸附在物体的一个表面 自动的吸附在物体的表面 那么你比如说 这是点 我们点住两个点 然后点shift 这样子 那么点住contr键呢 我们可以这样加线 点住鼠标中间呢 你看我们可以调整 调整他的位置 点住鼠标左键 如果当你出现这个圈以后 你看在这红圈以后 你也可以调整他 也可以调整他 那么 点住这个 Type键 然后点住这个鼠标的 左键 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 这样子转出来 你看他会有一个 自动的一个吸附 你可以自动的进行一个吸附 那么点住这个Type键 点住中键 它是整体的往出 往出唾一 大家可以看 我不需要去考虑物体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些点呢 会根据我的这个 物体表面的这个形态 自动的 吸附到我的这个 物体表面 那么这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拓补模型 比如我们有时在这个 ZB当中 雕刻的一些高精度的模型 那么我们可能在游戏里边无法使用这种高精度模型 但是我们又需要 这种高精度模型上的一些细节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拓补的办法 把这个按着这个 这个模型的这个 这个结构 把它的这个线呢 把它很密集的这种线 把它很密集的这种线 拓补成这种 等于说就是一个简化吧 一个简化 然后把它的细节呢 通过我们的烘焙 烘焙到一张贴图 一张防线贴图上 然后贴在我们的D模上 当然这种制作的方法呢 早期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游戏 制作于游戏当中 点出Shift键 可以对这个 进行一个刷 刷就是放松 对这些线不要 感觉就是尽量的平均化 那么 目前的现在这些拓补呢 我们也可以用在 比如说我们在东华制作当中 我们在ZB当中 雕刻一个高精度模型 那么我们可以 利用拓补的这个功能呢 把这个 整个的布线处理的更好 处理的更均匀 更适合做通话 这就是拓补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所以说 这个下来呢 大家呢可以自己去 试一下 那么当然这里边呢 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你比如我们创建 创建好这样的一些 一些东西以后呢 我们直接 回到这个 级别 物体级别以后呢 它就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面 那么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快捷键 这个大家可以下去的自己去 看一下 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些功能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我这呢 就不一一给大家说了 LMB呢 这代表的是鼠标的左键 那么MMB呢 代表是鼠标的这个中间 以及Tiber键 它无非就是 中间 或者左键 或者这个 右键 然后呢 来进行这么一个 一个配合 那我们大家可以下去呢 自己去看一下 好了 那么 这个课程 当然我们如果说想继续创建啊 当然你看你这结束了 让你再次点它 你可以继续的 继续的进行一个 绘制 所以说 但是都是要以四边名 四边形为一个基础的 继续的进行绘制 都是可以的 好了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关掉 那么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 物体级别 Shift 属边右键下的基本的一些命令呢 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显示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 显示它的一个背面的一个 消影的一个情况 你比如说这个也有一些用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那么这个主要是我们制作一些 效果图的时候 就是实在的一些效果都是我们可能用数用的会比较比较大 我们先把这两面给它删掉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网格给它取消掉 那我们来看它这个显示方式是什么意思 作为我们的这个多边形这个模型来讲的话 它是有正面和反面 因为 我们这我们所说的法线 就指的就是模型的正和反 正正反你反向反了 那意思说你的模型的面数朝向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非常明显 就是说我们这个就一般情况下我们 操作的这个面都是正面 就能够让我们看到的都是模型的正面 那么这个正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 储备右键当中呢 我们可以显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面法线 你看可以显示这个面的法线 大家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我们把这个显示里面的这个多边形 多边形当中的这有一个叫做 发线的大小 我们点开 然后给它 设定一定的 给它弄大一点 还能看得更清楚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法线 那么如果说你的法线 现在这个是朝外的 现在朝外的 你的法线是正确的 面法线 它现在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那么如果说你的法线 数码右键 我给它进行一个反转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这个法线 对于我当前的这个模型来讲 如果说我是以这个角度来观看的话 那么它就是反了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法线 正反的一个问题 这个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理解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再转过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物体级别 Shift 鼠标右键下 这有一些 快速的切换 比如可以 在这进行一个快速的切换的一个显示 那么我们来看 这里边呢 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比如像背面效应 点一下 背面就看不到 就是说 当我这个物体转到这个 你看刚才我们针对我们这个正面的话 黑的这一面就背面 那么他背面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就形成一个透明的一个物体 你比如说我们在制作效果图的时候 是吧 我们在做效果图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做这个室内的 对吧 室内的一些效果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显示室内的墙面 但是室外我们并不想被墙给挡住 对不对 并不被墙给挡住 我们需要 透明的能看过去 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黑的的话 你就看不到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很简单一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 先把这个给它切换了 然后我们把这整个的模型的这个 发现呢 我们给它进一个反转 在哪反转呢 我们在这个网络显示当中 是吧 网络显示当中呢 我们可以 设置一下它的反转效果 点一下反转 是吧 把它的发现给它整个设反 那么比如这是我们的室内 我们室内有一个球 我只需要的是 看到室内 那么室外 我这么一转 我看不到室内的情况 被这个挡住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功能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 你看 我还可以在我转到室外的时候 我仍然可以看到我这个球 但只是我点不中它 因为它实际上还是有这个面的 你看我到里边呢 这个面是存在的 但是我到外边呢 它是透明的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观察的一个 一个东西 大家体会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还有什么切换的一些 边的一些 边界加粗的这样的一些显示 还有一些边界纹理的 就是 比如我们在做这个 UV的时候 如果分了UV 我们点一下 他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接缝处 作为一个加粗的一个显示 作为一个加粗的一个显示 那么这里边呢 当然 还有我们的这个 顶点发现 顶点发现的一些显示 我就不一一都说了啊 包括这个 面中心啊 以这种中心面的这种情况 就是每一个面的中心都有这么一个 小点啊 确定你这个面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显示 玛雅早期的这种面的显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只是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切换 或者说 我们可以这个 显示 或者 隐藏 我们的三角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 鼠标右键 就是在物体级别下 鼠标 Shift 鼠标右键以后呢 我们的基本上这些命令呢 就是这些命令 大家下去呢 灵活的去使用一下 当然 很多同学说啊这个 嗯 这才是一部分 那么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个 你看我们在物体上如果什么键盘上什么键我都不点 我如果直接点这个鼠标右键的话 我们刚才只是在对象模式 这一个模式当中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说是啊这个这个这个模式当中都有这么多的命令 那我怎么能记得住这些东西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 我们如果介绍这个边 那么在这边里边呢 你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个边 鼠标右键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命令 我们是看到的 我们是我们是之前的在那个 物体级别下 我们就已经使用过的 所以说并不是你想的那种 每一个都有新的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大家 不用不用惊慌 不用害怕 那么 还是抱着一个认真学习的这么一个态度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会在 给大家讲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一些这个就是比如包括他的这个 边 他的顶点 以及他的面 甚至他的多重选择 还有他底下的一些常规的一些 操作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 讲解 后边呢 我们会 实力 以一个实力的方式呢 为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 一个说明 一个案例的一个制作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来吧 我们下来的一个 这节课呢 请不吝点赞